徐子鸣先生 1987年不远万里来到泰国曼谷 早期曾在自家企业的工厂里锻炼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工作经验的增加 他很快萌生出了独立创业的念头 并很快将产业涉及到了各个领域 即使在面对金融危机时 徐先生也能够利用独特的经营方式 使公司转为为安 除了在商场取得成功 在社会事业中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当承海郑王庙宣布修建时 他慷慨解囊 倾力相助 如今的徐子鸣先生 依然在为未来做着新的规划 对于他来说 人生的价值不仅局限于此 奔跑在前进的道路上 欣赏着两边的风景 才是他所喜爱的 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我们的徐子鸣先生做客 我们的对话东盟 徐总您好 你好 张先生你好 徐总 听说您是从1987年 就已经来到泰国了是吗 是的 那当初是为什么要想来到泰国呢 因为以前我爷爷跟我叔叔那些人都是在泰国 只有那时候是只有我爸爸在那边演我的老奶奶 所以就是后来我长大了 就是我爷爷还是希望我在这边可以 因为我是属于是大叔嘛 所以我爷爷就一定又在泰国接待这样 那您当时来泰国的话懂泰文吗 有读过泰文 就是读过泰文 对 因为来到我们又在这边工作 一定又有学会泰文才可以在这泰国生活 那当初为什么不选择在国内发展而一定要来泰国 在国内那时候是泰国还是人还是比较穷 而且有些政策还是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还是因为黄政又过来 所以就是以为是在泰国发展比较好 所以才过来 环境是比较好吗 环境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边就是爷爷叔叔那边都在这边已经奉斗了 有一段事业了 所以还是在泰国会比在中国会好一点 那刚来泰国这边 咱们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或不习惯的地方 有啊很多啊就是来到时候就是人地伸缩嘛 就是我们语言不通 就是在外面又做什么那个语言不通 原字也看不懂 所以就是也是很不习惯 那其实您刚来泰国这边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您的事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其中一定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您是怎样做到 就是说当时连立足都很难 但是现在却是也做得这么大 这当然一定有一些很多的困难 因为我们人生都是谁都一样的 都是都是那个人生的路都是坎坷的都是不平的 所以又我们又就是又努力去创去创 所以开开始也是我来到泰国也是去我叔叔工厂 就是那时候就学他做那些机器修理机器 后来就当了厂长 然后那时候就还是我在想在工厂领那薪水是不够用的 所以那时候就资了一点钱就出来自己做生意 那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本身是工厂是做那个配件的嘛 所以出来就是按这一行比较熟 所以去做这个也是做这个配件为主 做配件为主 那比如说我们要去销售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从哪里去找到这些销路呢 因为那时候我不懂得去那里找 所以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刚好做这些摩托车配件 我就会去找那个谁哪一家卖这些配件的 所以然后就每一家就去问 我们有这些东西需不需要这样 就是一家家去问需不需要 每家都去问 每家都去问 对对 那么有些是有些觉得你 因为我们做生意是靠那个忠诚比较诚实 东西也有那个真才十六 人家才比较敢跟你买东西嘛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忠诚去找那个客户 客户有些看了哦 对啊那个我们人也比较老实 所以东西也不错 所以他就先开头就跟我们订一点点试试用这样而已 那后来就也觉得啊 对啊那个我们品质真的不错 又服务又好 所以后来他就会慢慢跟我们订多了这样 那那您一开始是如何找到这些商家的呢 比如说 商家就是买一家就是开头 就是卖给曼谷的这些批发箱 对 然后那时候是他是用订单 就是我用几个型号就订来给他 然后东西来了就送给他嘛 那后来有一段那是经济不好 那个是属于全国全世界都一样金融方暴还怎样 就是行情不好 他就东西来了就不拿 他不拿 那我们刚开始做生意的话就是本钱也是有限制 有些去朋友接的啊什么 所以就是又找出路你不拿我又自己去找其他客户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自己跑乡下 跑乡下 对就去乡一家去问看那做配件的就进去问了 啊我们有这些东西西不需要 所以啊就是像以前在曼谷刚开始一样就是每一家去问了 所以他但乡下的他是用的比较少 他每一家就是这种三件五件这样买 不比曼谷皮划箱是一定当就是几百几百这样嘛 所以也是可以慢慢来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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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乡下那那您不是您是刚来这边又不认识路 然后又不熟语言又不通这其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難 有困难是有的都是常常碰到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又又去客户他 但是那时候路不通也不熟 所以就是买一张地图 所以我们看到买一个 从曼谷去哪一个省比较近 就买一个省去那边找 找了再下去哪个省看地图 这样然后走进去的 以前有一次就是 这个省又过去第二个省 就是看了地图那个最近的路 所以走的那个是山路 走到那山路很陡的 那个很危险的 后来就没有从那边去 又认找那个比较大的路 那看来您还是经历了一番 就是就真正的 从初期的创业者开始的那段心酸 那您现在做的比较大的是 哪些部分 做大的因为我开始 就是做那个摩托车配件 但摩托车配件那时候 就是做了有生意的竞争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是从台湾那边过来的 但后来大陆那边也有做了 有做后大陆那边也是很多厂家 直接卖到泰国来 所以那时候就生意有些不好 所以就是转来做了那个农业机器的配件 那农业机器配件那时候 也是很少人做 所以也是会觉得会好一点 所以就是往这个农业的机器放下去 就到现在就那个农业的机器 配件比较为主 做的比较多 比较齐全 那您当时怎么会想到 就从摩托车配件又做到了农业机器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出去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出去跑就是会有 有时候那客户也需要问你 你有没有做这个啊 有没有做那个啊 所以因为我们仿正都是卖这种配件 所以我就觉得好 你仿正有问过我 我就找来给你 只有你有我就可以找到 所以都是多多益上嘛 就是按照客户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 他想需求什么 我就找什么给他 所以做到比较取权 那您有没有印象中 比如说跟某个客户接触 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呢 像这种呢 有啊 因为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跑 客户那么多 就是经常碰到比较好的客户也有 比较低档的客户也有 低档就是说那个 那个 人品啊 不太好 这样丢的东西 然后收钱的时候就 就 抖上 就是回避这样的意思 还是找个接口 就是先不顾钱 这样的意思 对那些就是后来就把他 把他 就没有去找他了 对对 那有遇到过 比如说胡搅蛮缠的客户啊 或者是不讲信用的客户吗 有有 现在我所有的客户 比较就是还是算是可以的 就是很有信用的 因为就是那些不好的我已经都是给他挑吊挑吊了 就是剩下比较比较好比较缩的 就是这些客户就是他订单一来需要拿什么东西多少来了 但我现在基本都是库存都是很满的 就是现在不会不比以前嘛 以前就是谁要订什么东西我就订过来给他 然后现在我库存都是什么东西什么品种都有 然后客户一下当我就马上可以送过去给他 然后装库如果东西少了什么我会再补过来 这样所以比较方便 所以现在几个客户都是很熟也知道他用了一段时间 也知道我的东西都是品质讲究品质的 而且那卖后的服务也是很好的 所以客户就会越来越多的 那您觉得您事业成功或者说做到今天 您靠的是除了这个商品的品质 您觉得还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呢 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就要诚实是吧 因为如果你如果没有不诚实的话 人家怕你被你骗 但怕有时候你讲了没有信用 人家都是这个最怕的 所以我们最做生意的人最讲究就是信用跟诚实 对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跟您创业初期的那种情况相比 现在的产业是当初的大概是多少 现在我没有去估计 但是知道越来就是越多这样 因为以前刚开始我们就是卖了以后 就是少了人家又什么就订来给他 那订来的时候你送给他 其他客户需要你就买货了又再订 所以那个很麻烦 但如果买一种都订过来 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资金 是吧 所以那时候就是从没钱做到有一点钱 也是一直都是往那个窗户里面蹲 就是刚开始 比如我们刚开始来没有做没有几种品质 但是其他没有的就跟曼谷那些批发项 跟他先补 补去就是按照他的价格不赚 就赚我们自己的 然后去送给客户 然后后来就知道哪一种是比较多 比较好卖 我们就自己进来背货 就是卖出来 现在就觉得有比较有余钱这样的意思 那在创业初期就是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有这个困难是常常有 因为资金是最重要的 我们做生意如果没有资金的话 你就很难做了不能做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不够的话 然后就几个朋友帮忙 还是有些介绍去跟人家带 但是带你做那个高利贷 那个也是合不来 所以是不行 就是几个朋友帮忙这样 帮忙自己的周转这样 对 但是我们跟朋友好这样帮忙我们 我又那个信用又很好 要总辞到时候就是总辞还给他 比如有一次 有一次那个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我说 那个金融放报的时候 那个外面那个行情不太好 所以客户订货的东西来了 他不拿 不拿那里面的钱 有些是跟朋友借来的 所以买办法 就找客户那个便宜的给他卖掉 然后把这个钱先还给整家 然后再另外再打算 那您在创业的这么多年 有没有遇到过低谷期呢 有没有遇到过困难的时期 然后怎么度过他的呢 有一次那就是刚才说过这个东西 卖不出去 然后找人家就是便宜很多 就是卖亏本 卖掉 然后对 卖亏本也要卖 因为那个钱是跟朋友借来的 不是我自己的 如果自己的能够 抵抬到什么时候就 还可以 但这个跟朋友借来的 一定又 亏本也要卖掉 然后把这个钱先还给整家 然后那时候就 就 没有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然后那时候就刚好 我有一些朋友是做那些成衣的 就先跟朋友拿那些成衣 那成衣他是朋友 他不用 我们不用付现金嘛 他说 你可以拿去卖 卖了 然后再来还给他 那那时候就靠这个朋友的工厂 做成衣工厂 就跟他拿成衣 然后就是跟我跑乡买那些配酱一样 就是拿去那个市场 批发市场这些情况 我有这些衣服又不用 所以 这个朋友他工厂是做那些毛衣 羊毛衣就是冬天穿的那些羊毛衣 所以 乡下那个羊毛衣还是挺时尚的 他们都每个人都是一冬天一到 不管冷不冷他都会买的 所以那时候就 还有一段时间就是 靠卖这个成衣 过活的 刚才您说到做善事 我们知道您是对修建成海的郑王庙的修复工作 也是做了很大的工厌是吗 能跟我们说下这段经历吗 没有很大贡献 这个是人家 因为这个是人家说的太夸张了 可能有一些中国的内地观众 可能对郑王庙 城海郑王庙可能不太理解 那他的意义是什么 包括您为什么对 城海的郑王庙感情重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说起郑王庙 郑王因为我那历史 郑王的历史我也不太清楚 那就是后来我去 就是听郭老先生 郑先生就是阿张维奈 他讲到就是 因为我们在泰国 泰国做生意 都是以前法人都是靠那个郑王 郑王起来做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在坊通这边 就是法人 那个商品也是属于是郑王 是规划一个地方给中文 给法人做生意的 对所以郑王是一个 中国人在泰国做皇帝 第一个在外国做皇帝的人物嘛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也觉得就傲嘛 觉得也是 所以而且我们在泰国的华人 就是知道我们自己 华人中国人在这边做皇帝 所以也是觉得很 崇敬正亡 对对 我其实是没有 那个我只有赞助一点点而已 但比不上那个里面赞助很大的 大大的 有就是有啦 有去跟那个郭先生 郭老先生的儿子 就是阿张维奈 他就是带领去跟那边政务谈这种事的 但是我是其中在里面 就是坚狂一点点的人 但没有不算什么 不值一提 没有 您太谦虚了 那其中比如说遇到过哪些麻烦和困难吗 这个有的 因为这个 因为开头是那个郭老乡 郭先生 他在那边跟他们谈的 但那个事情我也不大清楚 就是知道后来就是资金那边又停土 资金不够啊什么 我才那个时候就听那个郭先生这样讲 所以我就说同意我是坚狂这样而已 没有没有什么 那其他详细我就不大清楚 去那边跟那个乡的政府跟他们谈 对去谈 那整个修复的过程大概经历了多久 然后耗资大概有多少 因为后来他 阿张维来去跟他谈就是 就是那边也是一样 同一个刚才一个意思就是要卖地 但卖地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本 就是跟他谈先按照 郑王以前的那个老的庙 就是老的墨地 就是有大概九亩多就把那个围权先给他围起来 然后按照那个先填土先做 然后去给人家设计了那个又怎样设计 然后谈到他们那边同意才开始开工修将 那大概修了多少时间呢 大概是一年多 一年多 对 那个是今年是有六年 那个应该从有三年就谈 谈到有四年开始 也见了差不多一年多 这样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徐总 做客我们的特化多蒙 也祝您事业蒸蒸日上的好身体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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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